总统马英九重申九二共识 强调这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 国台办也隔海呼应 但是台湾有其他不少的政治人物 都高声表示反对 马总统重申九二共识 是两岸和平的重要基础 国台办在同一天也隔海呼应 马总统的谈话 有了这个基础 两岸关系就能够改善发展 两岸民众的权益和扶植 就能得到增进和维护和增进 两岸的各项交流合作 就能够不断扩大和深化 如果这个基础遭到破坏 两岸复兴将不复存在 两岸关系就会重新回到 动荡不安的老路 不过前副总统吕秀莲 对马总统的谈话很不满 他认为九二共识是糖衣毒药 更是台湾人民和大陆领导人的死亡之吻 你已经自己说一个中国的原则 而且自己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不是两相成怨 我说是国民党当时是头怀送报 除了绿营有意见 5月1号就要领表参加蓝营总统初选的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也无法接受马总统的说法 九二共识是国人的最后的底线 但是我们很多人不能接受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那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外面是这样子 这是呼隆台湾人民嘛 这个我想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马英九先生能够把这个九二共识 变成内外有别 我非常佩服我的老长官 话说得酸溜溜 杨志良除了呼吁马总统 应该先解决国内的问题 还批评蔡英文维持现状的说法 2016总统大选两岸政策 也成为蓝绿参选人 无法回避的一项重要议题 欲电TV王世凯 胡锦顺 朱启瑜 尹志刚 台北报导